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 聊聊到3.17今天的介绍 你应该会非常感兴趣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前期是如何 累积通货的 这次在国际服的体验非常的轻松 使用的套路跟过去一样 因为我个人是没有很在意刷图 而是希望攻略后期的Endgame Boss 所以我用了一个系统叫做 网站循环或许有关注我频道的人 早就听说过这个做法 现在有了语图天赋数不用慢慢的爬守望石 所以可以在很快上的机体够强 可以在第一第二天就进入到网站循环的区节 那我大概从第三天开始赚 每天可以说是盆满钵满的 想要照这个原理 那我就完整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国际服很多玩家他们赚通货的方法是 把地图等级都卡在 比如说刚进入到宏图 T10 T11那边 然后丢一两颗甲虫开张网那样 效率没有到不好 但是他们需要大量去跟别人买卖甲虫通货 可能不适用一些solo的玩家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什么两三天赚猎手磨血之类的攻略 都是说我就把一定的收益 去找人帮我洗地图 洗甲虫什么的 如果你都做不到 而且你每天可能就玩个四五个小时最多了 那网站循环会比较适合你 特别是在台服更适合你了 因为台服的比值 我随便查了一下 会比在国际服来的更好 赚很多 基本上所有这个 后期与图巡环的价格 都能够卖到以从高为比值 会比国际服高1.5到2倍左右 所以这玩意会在台服更好转 而且基本上也没什么人在用 那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完整主题 首先我们先从机题的部分开始说起 然后我们会讲到 与图天赋助 以及我的一些设置 每天要干嘛 你要选的一只角色呢 最好是刷图有一定的效率 然后打王效果也不错的 那我建议就是陷阱地雷流派 地裂陷阱可以用 像我就是使用火球加上魔炮的介绍 大家以前应该已经有看过了 刷图有一定的效果 可以跑图很快的跑到王 然后打王可以把王瞬间秒过去 在拖光流派当中 只要是效率最高的流派 都可以做一个选择 所以呢 当你达成这几个条件之后呢 这就是你与图循环 网站循环的唯一条件 其他都不用 圣甲虫 不用 那其他该准备的东西 开的地图池 通通都不用 你只要一路跑到底 就能够有稳定的收入 而且不会受到什么 传输装备的价格贬值啊 通货的贬值 因为这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通常都是以崇高为计价的 好那首先 我们先看到 与图天赋数 跟我们角色的机体开始说起 所谓与图循环的话 第一个 你要刷的够快 才能够有效的循环网站 我先来跟大家介绍 这些网站 目前是长怎样 首先你可以看到 下面这边有三权势力 那这两个是新的势力王 这个是Maven 世界者 世界者呢 需要完成十个 才能够完成任务 首先你要知道 Maven掉落的地图呢 它是一个叫做 世界碎片的东西 它最后会合成一个 世界王站邀请 现在的世界邀请 它本身的价格 其实还蛮高的 就算国际服呢 大概也有崇高以上的价格 就是这个 Maven的邀请 会拥有崇高左右的价格 那当你使用了 这个Maven邀请之后 去看写图 现在需要的觉醒宝石 都需要世界者的掉落 它应该都能维持在 一崇高以上 台幅大概是 1.5崇高左右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每开一张图 完成一个进度 这不是最快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要搭配 宇图天赋使用 掉落一些 其他的四例 就是各个四例的图 包含了这 两者的进度以外 这个的进度以外 都能掉落一些 像是圣兽啊 记忆图啊 塞勒斯图等等 那我上一支地雷 已经打完了 我目前的话 重新练一支角色 打这些图练等 大概练到93 94人左右 它已经掉了 这么多图给我了 那实际上 我还卖了一些 然后时间记忆的 追忆图也卖出了不少 它的价格一直都很稳定 因为 网站的循环 它的票价都是跟 崇高石 还有混沌池的笔 值做一定的挂钩的 所以它基本上 都不会差太多 比如说 你要买四胜兽 大概就是五张左右 可以得到一崇高的价格 那各个邀请也是一样 那断片也是一样 所有的断片 其实价格都是 还蛮固定的 在联盟初期 差不多红色的这个 打终极尊色的断片 一个大概就是半个崇高的价格 那这边可能是三个 凑一个崇高的价格 如果你打的够快 像是我们这边打 圣兽速度效率够高的话 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假设我打一轮 速戒者 秒过去 只要四分钟 那我每四分钟 就可以生长出 接近到半崇高的收入 很稳定 而且在月前期 假设你可以打到 灭日药剂 或者是 速戒者的一些周边装备 手套在第一天 价格都很高 灭日药剂也是一样 那些东西在台服 叠价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台服国际服都能赚 但是台服会 稍微的更赚一些 好呢 我们讲到了这个 余图进度之后 我们要决定 什么时候你要打 这个28个一圈 什么时候你要打10个一圈 我这边讲的稍微慢一点 给大家解释好了 你要打10个的一圈 我建议你在地图当中 就尽量找这种 像是MESA MESA就是平顶那张图 可以很快的速度冲到往前 你打任何图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刷到往前面 把王干掉 那MESA的记录 就会拿到一个 你需要在地图仪这个地方 点出这个 进度 你每点一个势力 都要注意 你点的是哪一个进度 假设你点了这个 你丢上去了 它就会开这个吞噬者的 如果你点MESA 它就会开世界者的 所以这个要非常的注意 那 你需要设定幸运地图 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 幸运地图呢 选地形好的 像是我这个岩滩 就非常适合直线跑 就像刚刚 影片示范的一样 它可以直线的跑 不用上下阶梯 只要你角色跑得够快 然后打个boss什么的 都会很轻松 好 那我们回到主题来说 这个 比较快速能够跑完的地图 然后 不是主要你要空的图 你就可以拿来打王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在打 这个 岩滩的时候 你掉落的图 虽然我们这边 全部设定幸运地图 但是它还是有一半的地图 会掉落这种杂的 像是我T16的杂图 会很多 只是数量没有到很多 你会发现 我T16有很多杂图 那这些杂图呢 你就记一些路线比较短 或者你比较熟悉 可以直冲王的图 只要打到这个图的 剩余数量 我们就可以直接冲 这个十个的进度 而且每一张图呢 因为与图天赋 放大的关系 它都能够掉落 各个势力的东西 像是这个 数界守护者 尊师守护者 然后这个追忆的地图 都有一定的几率掉落 所以只要你刷的够快 冲到网站前 把网干掉之后 你光卖图的收益就很高 那没打完十个 你又可以去打 Maven的邀请站 好 那Maven邀请站 比较重要的是死亡 我建议你把物品的等级 要提到55以上 它才能够稳定的 掉落两个碎片 那其他的邀请也是一样 这种中等的邀请 他们大概要掉落 5到6个断片的品质 都必须撑得够高 要稳定有5个以上的话 大概要50品质 要稳定6个以上 大概要7、80左右的 这个品质才有办法 掉落到那么高的数量 那我觉得你的机体 能够做到快速的打完网 不用担心链等死亡的话 我建议都是 用混沌18席的 7、80%越高越好 这样它就掉落比较多的碎片 这种东西你每打完两场 它基本上就合成一个断片 拿去卖就是从高以上的价格 价格非常的惊人 所以我们讲到了 网站循环的第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需要用这个图 只要不是你固定的盐滩图 我们就选择 快速的把各个种类的图打完 因为 Maven要见证的图是不同的 这边我们快速把地图拉出来给大家看 我这边做个假设 我假设我有非常多不同种类的图 就是打完一半的盐滩 它会掉落一半不同的图 因为掉落绿的问题 那我盐滩我就去专心的去跑 这种有怪物数量的进度 势力入侵的进度 那Maven没有怪物入侵 然后也没有势力装备的情况下 我们直冲王就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这种零散的地图 然后特别挑好冲王的地形 我就直接去冲Maven的进度 十个任务 然后我固定掉落的图 就拿去直冲 这两个势力的任务就好了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掉落足够高的盐滩呢 我这边给大家一个建议 你不一定要像我一样控T16的盐滩 因为我目前的掉落率 已经全部都撑满了 假设你前期还没有拿到这些守望石的话 盐滩由于它是原生的T14 所以你可以用古变石很轻松的洗出来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T14的原生图 其实数量没有很多 你拿周边这几个去点 很容易就可以洗出一大堆的盐滩图 只要你有开神域的话 你应该是有用不完的地平石 好那这个地图之后呢 你去打它 幸运地图全用 基本上掉落一半以上的地图也都是它 剩下的这几个呢 你就可以拿去丢Maven的网站势力 那为什么我不考虑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完了 那是因为我把全部的宝石都插进去 你会发现变成T14到T16的图 会变得异常的多 变得异常的多的话 会有个严重的缺陷就是 它掉的图就越广 有很多机会就掉到一些 你不喜欢的地形的图 那我不如就把这些图背熟 我只要背少量的图 你可以看到我 如果我只背少量的图的话 这里的T14 我把这几张图的跑法 或者上面T15T12 把这些图的冲亡路线都背起来 那效率会比 这台地图上说的杂图都还要多 所以我建议你们可以这样做 那这个也是有好处的 它可以增加地图的一些掉落血量 还有一些小小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去上那个六分移 但是我们现在 其实不需要使用到六分移 没有使用到六分移 这几个东西 基本上都是废物 那你可能会想 地图会往下掉等级 对不对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 我们接下来讲到 除了收益以外 最重要的语图天赋 那如果我这边讲的 哪边有问题 大家可以发问 因为这个语图天赋 也是第一次弄出来的东西 可能大家不熟悉 好语图天赋 我们从自驾出发之后呢 有几个关键的点 那这个已经有出中文版的 我会直接把中文版的连结 放在底下 帮助大家查阅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像是侦查报告 侦查报告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 像是我们现在的侦查报告 已经掉了很多了 假设你有累积 足够多的吉拉克任务 你是可以拿这些报告 去刷一下你的那个任务 包括你前期还没有开的传说图啊 或者是有些任务 会给一些特别的势力 然后凋零什么的图 基本上一直要骰了一次 骰到好的 那基本上都是还有不错的收益 那你也不用特别去跟人家收 那关键是我们这边 往上面走之后呢 你可以拿到这两圈 然后这边有吉拉克任务 要记得点 我们可以拿到这两圈 怪物群 加上地图高一节 这里又有地图高一节 旁边这边又有地图高一节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打T14的图 它会没有插石头会一直往下掉 其实它不会 你打T14很高机会都是掉T14或T15T16 只要你有把这一点 然后这两点都点起来 那都会很轻松的掉落 再来的话就是路过的神域点数要点 一路往上爬 比较重要的话就是征服者的圈 然后王站循环圈 王站循环圈其实很重要 现在这个守护者有机会在33%被治愈 加入一个友方 以前的掉落几率大概只有三成左右 现在的掉落率很高 我个人觉得应该有七成到八成 就是很高的机会 另外一个资源的伙伴都会掉碎片 所以我前期可以拿到非常多的碎片 很高机会只要打两到三次的这个守护者 他就会直接掉落足够量的碎片 让我进去打一些尊师网站也好 数借者网站也好 那个数量跟效率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 那接下来的话还有几率掉落 尊师守护者地图 靠这些东西把它拉一拉 你就会拿到非常多的效果 再加上你打这些图的情况下 他现在都固定会是T16了 假设我把守望石插满的话 全部都T16掉的势力装备的基底 如果是好的基底 他也可以卖不少通货 在前期好的基底在国际服的价格 依然是非常的高 包含了数借尊师 还有各个大势力的 基本上你会挑 那基本上都可以卖很多的通货 那再加上接下来的话 就是一个见证随机 这里的话都是更多断片 更多随机 基本上都是一定要点的 这个你多打你就知道了 反正品质越高 他这个掉落的效率就会越好 那时间这个追忆图 我还是会点出来 我觉得追忆图的掉落比以前高很多 台服追忆图的价格很高 国际服还好 我觉得就是因为神经网雾的关系 我这个版本已经掉落了 两张以上的生成记忆 都是打网掉的 那再加上还有很多的时间记忆 加价可能超过15到20张 我已经卖掉很多了 我有点忘记 我想说最少就最少最少都15到20张 那我基本上就是每15到20张地图 应该都会掉一个 我觉得这几点会比过去的 那个点数强非常非常的多 好那再往右边这边走 春室天地的进度 那国际服我都建议大家 把春室天地的圈拿起来 而不要找这个卓乐总督的圈 为什么 因为他的碎片比较直线 台服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卓乐总督一圈才一重高 那这个尖效之腰它的价格 其实平均都会大概落在1.5 这应该是压价仔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扣掉这些压价仔 这个热情之腰大概平均是一重高 然后这个平均起来大概是1.5重高左右 所以基本上就打吞噬者比较贵 那是因为星辰项链目前的价格很高 吞噬者掉落的应该就是星辰项链 然后全能项链应该就是卓乐总督道的 基本上就是吞噬者它本身掉落路 会比卓乐总督好 台服国际服都一样 所以大家记得学起来 你要点天赋就不要点那一圈 然后全程要打的都是蓝色的这个吞噬天地的地方 不要打其他的内容 好 那我们现在大概讲了一下语图天赋数之后 还有哪些可以补呢 如果我们到这个阶段剩下38点天赋 基本上我现在只剩1点了 那我可以把这里的圈全部都补起来 如果你打吞噬天地更多 你甚至还可以改走这里这样点 那我这样走的是因为我知道 现在很多人有一些自己心理想的财富密码 比如说你到了这一圈 你想要玩一些探险日志 你可以把探险日志圈点起来 剩下38点应该足够 你把一种专金到一种半都点得很清楚 有的人喜欢打这个保险箱 你就把保险箱我们这样点一下 它就会出现保险箱的图示 我们就把保险箱的点数全部都点完 如果你喜欢这个探险 你就把探险的点数全部都点完 基本上因为走神域 我会推荐大家都走点右半边的东西 看你的集体适合刷什么 你在王教循环当中 有些不需要停下来可以刷的东西 能够刷 或者是你探险刷很快 你觉得你觉得这个比较赚 靠差赚镜子 或者是你听信别人说 这个通货里面有圣甲虫 财富密码什么的 你都可以这样点出来 我这边留给大家的空间还蛮大的 可以自行选择 你甚至觉得神域停下来很麻烦 你也可以把剩余拔掉 地图已经刷很快了 不需要再维持等级 我不是说我石头都拿满了 你可以把雕塑天空取消到 靠这两点中间的就 非常非常的够掉的图 现在完全不会断图 那个T16的图量算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 好那差不多就是 网站循环的一个概念 至于有多赚呢 我举例来说 我打十张图的效果 我直冲完一张图一分半 那打完十张图的效果 就会拿到两个断片 然后中间还会掉出一些其他的图 然后补充一些中间网站 有一半的机会掉图是掉这些 那这些我们再去冲进度 一样一分半的时间把地图内容打完 又掉一些尊师守卫的地图等等的 可以刷很大的数量 然后我们再跑这个进度 那以平均值来说 因为他会额外见证 所以这个大概打九张图平均 这个大概打二十五张图平均 就可以完成这次的任务状态了 一旦完成了之后呢 你就有非常多的Maven碎片可以卖 然后网站循环当中的门票 你可以看到网站循环 你可能觉得打二十五张图很多 但是如果你一个会跑的角色来说 我们光是靠碎片的稳定掉落 就可以在台幅换到一点五重高了 那你跑二十五张图要多少时间呢 基本上如果你是飞车角色的话 也不用飞车角色 大概两分钟左右能够跑完一张图 那你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拿到一点五重高的保底收入 这个还不算你中间掉落的一些额外的通货 你联盟机制玩到的东西 还不包括你所有 包含了这次的树敌联盟 如果你打得够快树敌联盟 或者你自己配的神域 或者你自己配的探险 你自己配的大箱子 都不算 你就是一路的车过去打到网 你就有这个邀请的价格 还有小邀请 但是小邀请很便宜 你也可以把它算过去 所以我觉得最少最少 你就是单纯速刷 每个小时的基本收入 都会到两到三重高左右 那剩下还不多说 你打到的这些额外的图的数量 会有多少 我们这些邀请的算法 大概是每三张图 平均就会获得一张这种图 而且有时候他会直接喷两张图 用于天赋的关系 所以他的这个产量也是很高的 那这种图每凑个五张 又可以卖到一重高左右的价格 如果你愿意自己去打 自己去打见证 完成这种见证的掉落的话 假设我打两轮这种尊师 然后你打这种基本上都会有1.2个完整的 Maven的断片 那又是一重高了 所以你在游戏前期靠这种做法是 可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累积通货的 而且绝对不会贬值 假设你一天可以玩10个小时 你的保底收入最少 最少都是30到50个重高 但是你应该玩不了这么久 或者说只要你愿意一直刷 图不会断 不用准备任何的配方 你就一直卖的碎片 一直打进度 一直卖一直打 都可以有这么高额的收入 没有在忽然 就是拿四级 我全部都拿以四级的平均卖价 跟我们没有靠塞打到额外的重高 没有其他联盟机制算了 都不算 你最少最少一天 大概都能够赚10重高 假设你只玩3到5个小时 你最少一天都能赚10重高 在国际服台服都一样 台服可能还在更多一点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玩 那个网站循环 而且重点是这个网站循环 如果你是在开服前 一到两周开始执行的话 它的收入会高得非常的可怕 那为什么这个叫做网站循环呢 我这边跟大家解说取名的原因 因为地图都能够重复回收使用 也不会有什么浪费的状态 然后就是这样 打完了这些内容 你会收获到非常非常多的图 你可以把它卖掉 回收掉 或者自己打掉 再用这种东西去换Maven邀请 自己打掉 换觉醒宝石 或者是卖掉 都可以 看你的机体 假设你的机体在后续打王 打一些很困难的这些邀请 力不从心 那我建议你就是把邀请卖掉 把这些图卖掉 然后或者是你把碎片批量的卖掉 也可以赚非常高额的同伙 假设你可以自己打 那你中间获得的好处 比如说这个掉看守之眼 然后这个掉药水 或者是一些比较贵的装备 合成起来 你自己不打中期换 我建议中期换是不要打 卖掉绝对比较赚 那就把中期换是卖掉啊 然后邀请的话 你缺图跟别人买图 比如说我这里的掉落不太平均 我就去跟别人换图买图什么的都可以 完成之后呢 再去打这个循环 打两张 又是一条活龙 又是虫高死 就这样不断的打 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断图风险 或者是你需要收甲虫啊怎么样 而且你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高价品 全部都是20C起跳到从高价的东西 也不会浪费你太多交易的时间 你打累了 整理仓库 就把价钱设一设 基本上很快就会有人把你把东西都拉走了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叫做网站循环 搞错的是恋爱循环 这是网站循环 OK那差不多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这个介绍影片有帮助到大家 如何快速循环网站 那简单来说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赚通货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喜欢速刷 有更快的做法就不推荐 但是我是觉得以台湾目前邀请的这个价格台福码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壮 我真的不懂 为什么你不要去跑网站循环 然后去弄那个甲虫 剩甲虫 弄弄 当然它不可能比你去做 装备然后去拿去坑 我是说拿去合理的卖别人价格来的赚 但是你真的不想要跟人家有过多的接触 你只想一直疯狂的刷土打王 刷土打王 这个是我能够想到 不用成本自体循环下 赚通货最快的方法 好那当然随着时间移动 它价格可能会改变 但是在那之前 这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率赚通货的方法 那之后也会介绍更多有趣的攻略给大家 好那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也希望台服的那个新兴界 那个新颖界不要再涨价了 那应该不是我的锅吧 那介绍一个流派 然后让新颖界从不到重高价 涨到四重高七重高的 应该 我的不是我的错吧 好啦我们之后的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